为什么跳伞和空头飞机不能打爆呢? 在游戏中,滑翔机和直升机能打爆 可是运送人的飞机和空头飞机却不能打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 其实原因有三个 一,那些飞机玩家不能开 在游戏中,能打爆的飞机都是玩家能开的 比如滑翔机在精灵模式都能开 直升机在火力对决可以开 这些都是载具,当然可以打爆了 而跳伞和空头飞机是系统的道具 并不是给玩家开的 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固定的物体就对了 二,能打爆会破坏游戏机制 现在的游戏机制就是跳伞飞机是无敌的 空头飞机也是无敌的 玩家不能通过打爆它们获取收益 而断有九张地图的跳伞飞机就会爆炸 而且运送空头的飞机可以打爆 这是由于地图机制决定的 不能贸然更改 三,要增加很多代码 跳伞飞机和空头飞机能打爆 不是说说就能做出来的 而是要通过修改游戏顶代码实现的 这个功能其实用途并不大 还要浪为时间精力去修改代码 光子可能觉得不划算就没有做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白 瓴 mo 顺